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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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些概念让你成不了佛的 你能够通过这些概念 了解个戒地 了解个基建 因为你知道他成佛修正 他最后是让你放下贪图去蔓延 你放不下你的习气和欲望的话 你懂得般若波罗蜜 是什么意思又怎么样呢 就是你放下贪图去蔓延 放下一个知识 跟不若波罗蜜都是没关系的 那个知识我们交流 但是你懂得了佛的因果 学灵魂啊 通过这种交流懂得这些 你才能放你这个 为什么我会放下知识的东西啊 为什么我要去放下习气去修正啊 只是为了让你放下那些 就是说你去选择 没有佛法的理念的东西 你不会选择这条路 那真正修正跟那些有没关系 这个学佛真的不再修多久 看你放下了没有 也许有的人人家一念就全放下了 可能突然看我一念全放下了 那个就不执着了 马上就不捏着了 全部放下了 比如修了十年才慢慢放下一点点 真的不占时间 他在一个领悟 悟性 这个悟性是不是 跟所谓的前世的佛缘也有关系 这个佛缘就是说 你领悟就是 迷得深不深 因为红尘 公共红尘是我迷失了自我 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你就认为你就是这个 不断想的这个意识 跟这个肉体 你只要定义自己 其实你不是 在佛学里面 你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你是如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来 每个人都是如来 本性是如来 你本性是自在的 本性是像宇宙 遥阔广大的 心无量无别物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控制你的 但现在因为你定义了你的自我 所以你被控制了 控制人道 要突破这种框架 你知道 你撬出三界外 不在无形中 你要撬出来的话 还需要一个修正的 因为你所有的观念 都是人道的东西 时间空间 颜色 方位 全是人道的 这些东西都要破的 所以佛学是连时空都要破的 最后连时间空间 你都是错的 你看人道的佛学的东西 自我觉得好破 但是连空间 你自我包括这些 你的自我 在佛学你的自我是无形无相的 你是没有自我的 自我是一个定义来的 你自我 你自己认为 你就是这个肉体 跟这个思想 但你也知道你的思想 是无量无别的 意识是不断的 在一年一年 每一年叉那叉那 在无常的变化 你也不知道下一刻 会变成什么样 是不是 而且在佛学里边 你的意识是包括 生生世世的 信息无量无别 你知道你的意识包含了 无量无别的图片 就像你的手机内存 无量无别的图片 无量无别的声音 无量无别的味觉 感觉触觉 你全在里边处存的 生生世世的 六道 有六道的东西都在里边 你生世世世做过很多很多东西 而你对境的时候 对到我的时候 或者对境的时候 你只从你里取取一步 取取出来 然后定义我 假如你跟我说话 你看到我的脸像什么 好看不好看 或者你认为怎么样 全是从你里边 取取了一些信息过来 然后夹在我这 切标签 切完了 然后说你是什么样的 你好看 或者不好 你喜欢你不喜欢 你胖瘦 那就是你看过来的 因为你取取你的信息 定义的我 所以没有一个人 真实地以我的样子看我 也没有人 你从来 我们从来看不清 对面那个人的 不认识的 所以你看我是一个样 他看我是一个样 他看又是一个样 你也一样 我看你一个样 所以每个人 对你的评价都不一样 每个人心中的你都不一样 不是唯心主 不是唯心 佛法是心无一约的 他没有为心为物的去封 他认为物质就是能量 心也是能量 就是说 如果你一定要拿个 共同起来说 心跟物质是互相转化 他不认为这个物质是坚硬的 这是你的定义 因为有时间空间 他才是除了这个东西 你想时空是虚幻的 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 都可能些不知道 没有过去 未来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存在 存在不存在都有问题 你感觉像老婆的黑色帝国那种感觉 就是你真实地进入了梦境 因为 你一旦过去现在未来 时间符定了 你知道吗 你时间符定了 你是生在几几年 七几年 十在几几年 那你出生到有问题了 知道吧 因为没有过去这个年代了 你出生在什么地方 你都不知道 那么你到底存在不存在 你都开始打问号了 你没生过 你越说我越往里想 我自己越害怕 你没生过 你上梦空间 那说明你就是个梦 这就像你梦里边 在床上做梦 在床上你做梦 你醒了十万八千里 醒来了你在床上呆着 你一步也没走 是什么让你醒了十万八千里 在床上你拼命的跑啊 梦里边你跑你也很累啊 出了一身汗啊 你跑了个马拉松啊 但是你醒来以后就是个梦 那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 在这个世界是一样的 所以佛说 你认知的世界是个梦 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不了全部的 你是三维角度 二元对立的看问题 你才这么个面 很窄的 看这个世界嘛 你这就看不见嘛 就这么点 你的眼耳鼻声都有局限的 你很有局限的看这个东西 就像你拿个很小的口 看一个桌子 你能看多少呢 那你看见了这个世界 就这一点点 怎么不是个梦呢 你看了这么点 然后在这么点里边 较真执着 然后做你所有的事情 你这跟做梦有啥区别 那就是 那就纯粹就是 我觉得是错觉嘛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例如说 我对当下特别认真 或者是对当下特别 有感触力 嗯 当下是什么 首先你告诉我 就是例如说 我这一刻的感受 我的感受就很 你知道当下是 从前面流过来的吗 就像水流一样 你的时空 你跟我说时空的时候 过去 现在未来 这要从你两天下 要水要流过去 你说过去的对你没意义 你只是对你来说 可能那个什么 因为过去了 你不太在乎 说明你很有定力 过去未来不太担忧 但是当下根本就没有 对你来说 如果当下是时间的话 怎么 这叫当下吗 这个阶段 你什么叫的 它是一个流动啊 你的意识一直在过去 留下未来 过去留下未来 哪块清楚了 你的意识什么时候停止过 没有当下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现在可以说 因为我劝自己 比如说现在遇到执着的事情 我就会经常劝自己 就是以前的事情都能 那个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 对以后来说也是会过去的 所以这一刻也不要太执着了 对 你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 这个时候对以后来说是过去的 你活在了未来 然后就这一刻我就放下 你们觉得这个很难 很难 争取放下就不值得了 因为很多人实在放不下 他想啥也放不下 他把你给他 他怎么想说是这个没有 他也放不下 谁不知道呢 学佛真的不难 就是概念的 其实真正仇佛不难 所以六祖才不是一个字 还有错误 一下你视线了 学佛不是概念的东西 嗯 每个人都本身是佛 你要知道吗 你都已经有了 只是怎么露出来问题 比如说佛是一个圆绝的状态 你只绝了30% 然后你要校正这30% 活在这30%里边 本来你是错的 你就不是圆满的觉悟 但是你觉得这30%就空住你了 你空在这30里边解脱不了 现在不是说你让你放弃这30% 放弃这30% 只是让你撬出来 撬到这70% 看这30% 然后你最后是 其实是个圆满 圆满 是个圆绝 如果成佛的话 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一定认为这30%是对的 你就看不到70%了 是不是 嗯 我们总是执着自己的一耳比较生意嘛 你看见的你才信 你听到的你才信 很多人会辅定一些东西嘛 但是你也承认你有局限 但是你既然你有局限 你辅定什么 是不是 你知道你有看不见的 你知道你有听不到的 你知道你有不知道的 你知道你有不知道的 那就一否为二的嘛 我们可以探索 比如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是宽容啊 慈悲啊 忍辱啊 因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生你的气 其实你是永远不知道 不知道 你好像你认为你说了一句话 他就生气了 其实那70%的因缘你没看到 你只看到了30% 也许说是你真的是害过人家 或者杀过人家等等 有很多原因的 这个世界很多 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纠结 纠缠不清的东西 很深的那个纠结啊 纠缠一定是有原因的 背后的原因 我们看 其实我们要一个约绝的佛 他看清楚了 他就会宽容 他就会知道 那人和人之间关系 是不是也是有六次轮回的一些 可以这样说 生生世世 因为我们活 我们都很古老了 因为我们活了 不知道几亿世了 可以说 一倍一倍的轮回 那谁知道谁做过 谁的什么都不知道 太多了 别说是坐在一起 怎么喝茶的 就算是这个世界上 你能够擦肩而过的 大家聊一句话的 都可能觉得会很多了 很深 当然你通过30%的那些 甚至他有些 艺术啊 八卦啊 风水啊 他通过这30% 来推出70% 他觉得他是有规律可行的 就像 就像从一条水流过去嘛 过去 你知道 一条水流 你现在看到他从这 他这样流过来 你还不知道他要这样流 生命是有规律的 是吧 你看他的落实 你就知道 他下面会流到那边 他有一个渠道 是不是 你知道 你知道 我这样走 你就知道我要断背针 你不用算 是不是 他就是有个斗 是吧 这种规律是可以推出来 有规律可行 就是说你形成这样的面相 与你过去也有关系 与你父母有关系 与你的舒适有关系 与你过去30年 生活阅历有关系 你每个皱纹都刻上了 你肯定经历过什么 哪一块就皱纹 因为你说你 你也就皱纹 皱纹皱纹皱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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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